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人生的另一半 我不知道禮拜五大家有沒有去慶祝白色情人節 那在這個禮拜日呢 就是今天下午在我們的對面 又有一個為幸福家庭異種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來思考一下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我們的信仰很重要 但是我們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有沒有把這個信仰放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在我們平常的生活 學校的生活 甚至在我們的婚姻生活裡面 我們有沒有活出信仰 我們有沒有活出信仰 因為我們上次有提到雅各書的第三章 所以呢 在這個部分後續 我有注意到一些相關婚姻的訊息 就看到一個訊息叫做 婚姻態度與婚姻教育需求 他們針對一份問卷 問說你們覺得單身比較好 還是結婚比較好 好不知道大家的答案是什麼 但是有高達九成的人認為結婚是婚姻大事 就是人生大事 但是呢裡面呢有六成的人呢覺得結婚不錯 男生有六成覺得結婚不錯 你們覺得女生有幾成覺得結婚不錯 女生比兩成還要再多一點點 有四成 所以我們知道女生覺得結婚好像會比較辛苦 但是大部分的男生覺得結婚是不錯 所以呢 有書呢就寫說可不可以不嫁人 我們知道在我們的婚姻生活裡面 到底有什麼樣的挑戰 會讓我們開始覺得 欸如果不結婚 好像還不錯 結婚是不是比較辛苦 到底單身好 還是不是單身好 所以呢 有人越來越怕結婚 就有一種產業叫做 孤獨產業是什麼產業 就是這個啦 養狗狗 我相信如果我們去到品典牧場那邊 你就會看到寵物店 然後裡面還有複色寵物醫院 然後外面還會寫說寵物SPA 你有沒有咬過寵物 那你養寵物的時候你是覺得怎麼樣 我孤單嗎 我想要有一個人陪 我孤單嗎 我想要有一個人陪 越來越多人不想結婚 因為他們嚮往的是那種單身生活 大家都覺得欸 我單身一個人 要去哪裡就去哪裡 想要幹嘛就幹嘛 可是 在神的創造裡面 所有神都看做好 只有一項不好的就是 那人獨居不好 所以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登登登登登 就幫他預備了一個 嘿我幫助他 在上帝的眼中 結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們每個人卻都害怕到 不敢結婚 我們要回到聖經裡面 我們一起來看 在聖經裡面 怎麼提醒我們 怎麼教導我們 婚姻裡面的相處方式是怎麼樣 今天我們讀的 雅各書的二章第一節說 我是沙倫的玫瑰花 是古中的百合花 沙倫平原呢 是一片沙漠 一片曠野 在那裡面呢 你很難隨時隨地看到很漂亮的花 但是當你看到很漂亮的花的時候 你的眼睛就會為之一亮 想說 哇 好漂亮 今天這個人 這個作者 他用這個方式要告訴你 當你看到你的親愛的 甚至看到你自己 你有沒有覺得你的眼睛為之一亮 你現在每天照鏡子 覺得你自己帥嗎 帥 感謝主 覺得你自己漂亮嗎 漂亮 感謝主 所以呢 今天當你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以你的配偶為樂 甚至以你自己為樂 你每天早上起來都 我怎麼越來越老 你看之後我們又多一條 你每天早上起來 應該說 哇 怎麼有一個美女站在鏡子前面呢 親愛的弟兄姊妹 他說 我是沙倫的玫瑰花 是古中的百合花 當你看到你的配偶 當你看到你自己 你要如同看到什麼 如同看到耶和華一樣喜樂 在以三亞書 三十五章一到二節 他說 看臉和干暗之地 必然歡喜 沙漠也必快樂 又像玫瑰開花 必開花凡聖 樂上加樂 且歡呼 黎巴嫩的榮耀 並加密與沙倫等華美 必賜給他 人看見耶和華的榮耀 我們神的榮美 親愛的弟兄姊妹 今天當你看到你自己 當你看到你的配偶 你一定要如同看到耶和華一樣的喜樂 因為這是聖經裡面提醒我們的 在聖經裡面呢 今天我們看的這段經文 有另外一個意思是 沙倫的玫瑰花它有一個特色 它的一株花裡面 它的一株花裡面只開一朵 它只開一朵 它象徵的是什麼 這一生只送給一個人 這一生只送給一個人 那它說我是沙倫的玫瑰花 古中的百合花又有什麼含義 古中的百合花長旁邊那樣 它是一個琳琅花 在法國呢 他們每一次結婚 大部分都會用這種花 它是一個愛情的代表 它有一個很美的故事是什麼 就是白雪公主呢 掉下眼淚的時候呢 變成七個小矮人手裡拿著的燈 那它還有另外一個故事呢 是說有一個女孩子 在等待她的親愛的時候 她每天眼淚流下來的時候 每掉一滴眼淚就如同這種花一樣 所以在它的含義裡面 它有一個很漂亮的含義 是一個美麗的愛情 是一個美麗的愛情 琳琅花的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古中的百合花 它的含義是什麼 就是一個美麗的愛情 今天在你的婚姻裡面 在你的愛情裡面 你有以你的另一半為樂嗎 你有以你的另一半為樂嗎 我們來看喔 今天這段經文 它是對應的 他說我是沙倫的玫瑰花 古中的百合花 接下來他的良人怎麼說 我的家偶在女子中 好像百合花在荊棘內 今天你看到的你深愛的另一個人 好像百合花 那你看到其他的人 你覺得他們像什麼 當你看到你太太的時候 你覺得她像百合花 看到其他的女生 你又覺得什麼 哇這朵百合花更漂亮 還是覺得怎麼樣 他們都像吉利一樣 今天在這段經文裡面 今天他說什麼 我的良人 我的家偶在女子中 好像百合花在荊棘裡面 今天你看到你的太太 你有這麼覺得嗎 好那除了說女生以外 我們來看看 你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覺得你的另外一半是你的唯一嗎 他說我的良人在男子中 如同蘋果樹在樹林中 我歡歡喜喜坐在他的印象 嘗他的果子的滋味 覺得甘甜 親愛的 你有這樣看你的先生嗎 你有這樣看你的另外一半嗎 今天這段經文裡面 他說了一對家偶在那裡面互相肯定 還記不記得我們上一次說婚姻的時候 我們提到平均一對夫妻 他們十年後感情好的原因是什麼 是他們在一百句話的對話裡面 他們只有說五句負面的話 十年後你的感情不好的原因是什麼 平均在一百句的話語裡面 你們就說出超過十句語上負面的話語 今天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如何經營你的婚姻 你如何經營你的婚姻 在拉比呢 在拉比的故事裡面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拉比說的故事 他說有一對夫妻 男生長得奇醜無比 我們知道在我們的卡通裡面 最好的代表可能就是鐘樓怪人 那他的太太呢 是一個很會罵人的 每天都激激過人的聲音都很尖銳 可是呢 這個太太看不到 那這個先生長得奇醜無比 可是他的耳朵是耳蓉的 那有一天呢 人家就介紹他們結婚了 哇他們結婚呢 相處十幾年來 覺得好快樂好甜蜜 可是他們覺得他們有一個缺憾就是 這個先生永遠聽不到太太的聲音 這個太太永遠看不到先生帥氣的臉龐 有一天呢 他們就聽到 欸 有一個醫生好像很厲害喔 他的整形呢很棒 而且呢 他都會幫人家做任何的手術 那他們就去找這個醫師 他們去找這個醫師的時候呢 他們就跟醫生說 欸 你可以開我的耳朵嗎 讓我可以聽到我太太的聲音 這個太太就跟醫生要求說 欸 你看我的眼睛我想看看我的先生 醫生呢 在種種的檢查跟評估幾下說 嗯 我有把握 我一定可以讓你們的手術成功 經過幾天 手術成功了 這個醫生呢 妙手為春 終於呢 讓先生聽得到 太太呢 也看得見 結果呢 他們在互相看得見 聽得到的情況下 你覺得後果會怎麼樣 他們覺得 哇 天哪 我的先生竟然長成這樣欸 然後他就不想再看他了 結果這個先生 當他聽到太太每天 嘖哩KaR la 乖哩KaR la 很善哩KaR la 我很覺得 唉 為什麼我的太太什麼都可以拿起來念呢 親愛的 在他們的婚姻裡面 他們覺得 他們的婚姻很痛苦 當醫生把照單送過來他們家的時候 說 欸 這是這支手術的費用 他們夫妻就很同心的說 我们绝对不会付你这一次的医疗费用 这个医生就觉得 可是我已经帮你们动了手术了 照理来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费用付给我 医生就跟他们说 好 那我可以为你们做一件事情 既然我让你们这么痛苦的话 那我再用手术把你的耳朵 让你在听不见 让你的眼睛在看不见 你猜他们会回答什么 我不要 为什么 医生就回答他们说一句话 他说很显然的 你们都只爱你们自己 你没有爱你们的另外一半 所以你们应当付钱给我 最后他们这对夫妻就付了钱 但是这对夫妻的感情 从此之后就不再好 亲爱的 你有喜欢你的另一半吗 还是你有只爱你自己 在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太太本来觉得 她应该很爱她的先生 这个先生本来想说 我好想听到我太太的声音 可是哪知道她听到变成 鱼嬐烙粮三日不绝鱼饵 她觉得她的生命是痛苦 今天你在你的生命里 在你的婚姻里面 你有因你的配偶而快乐吗 有一个专家说 如果你要让你的婚姻生活里面快乐的话 你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 妆容作养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在你的婚姻里面 在你的爱情里面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教导我们 她说听啊 是我的良人 看啊 她穿过山里 爬过山 越过海 而来 她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去听啊 而且呢 你要看 你要去听她美丽的声音 你要去看在她的言行机制里面 有什么是你可以肯定她的 有什么是你觉得她好棒 你应该鼓励她的 今天在你的婚姻里面 你有没有这样做 还是你觉得 我的太太怎么这样 你有以你的先生为乐吗 你有使你的太太快乐吗 你有使你的另一半 以你为骄傲吗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婚姻里面不简单 所以呢 有一个网络上有一段文章 她说恋爱时 男人在餐厅里面等女人 那结婚后呢 女人在客厅里面等男人 你有翻到这一点吗 好 我们再来看 恋爱时 男人经常找女人讨论 那结婚后呢 结婚后男人只告诉女人 结论是什么 就不再讨论了 那恋爱时呢 男人对她说悄悄话 结婚后呢 我们来看 婚后呢 男人对她大声讲话 再来呢 恋爱时情话绵绵 结婚后 网话连连 有没有 再来呢 结婚前呢 毛手毛脚 婚后呢 没手没脚 有没有 后来呢 我们再来看 恋爱时情侣做什么都是浪漫的 可是结婚后呢 做什么都是浪费的 我觉得这一个 在这一段文章里面 其实让我看完之后 我一直在想 哇 那我有没有几点要打工 你有没有几点要打工 我相信在恋爱的时候 真的很甜蜜 那天我在网路上 有看到一个图片 可是我忘了把它放上来 有一个老太太在卖水果 那她在卖水果的时候呢 她就在卖那个柳丁 你知道她写的牌子是什么吗 她写牌子是 比初恋还甜 你会不会去买 感觉那个酸酸甜甜的滋味 比初恋还甜 感觉好想赶快去买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甜蜜时常在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一段文章的时候 你会觉得结婚后 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经文提醒我们 神的话语提醒我们 应当以你的另一半为喜乐 有人说 为什么结婚之后会差异这么大 因为我有父母亲要养啊 因为我要赚钱啊 有财米酱酥茶啊 然后呢 我又要自己工作啊 但是回到圣经里面 跟大家分享一些经文 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 他说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 是困苦 是逼迫 是饥饿 是赤身入体 是危险是刀剑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什么东西能使你的婚姻 跟你的另外一半隔绝吗 是家庭的责任吗 是校述部门吗 是努力工作吗 是裁员降厨茶吗 你觉得在你的婚姻里面 你觉得在你的婚姻里面 还有没有那样的爱 你有没有这样爱你的另外一半 所以有人说 真正看得出来婚姻幸福 幸福 大约要等到二十五年以后 因为日子是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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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重起来 当你结婚二十五年以后 你觉得你的婚姻是美满的 那感谢主 你在里面有不断的付出 但是当你结婚二十五年之后 你还是没有什么感觉 那你要提醒你自己 回去多爱你的另一半吧 回去多爱你的另一半 所以爱情的第一法则就是 眼中唯一心理专一 你的眼睛只看到他 骨中的百合花 其他人都什么都不是 你一定要以你的配偶为乐 第二个是你要使你的配偶快乐 这幅画我觉得很特别 他说你们看这一对夫妻 他们其实是在吵架的 可是呢这个先生怎么样 这人的戏还是会帮老婆撑雨伞 今天在你的婚姻里面 你有没有这样经营 你有没有这样经营 使你的配偶快乐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张爱玲呢他有写了一本书 他说红玫瑰跟白玫瑰 他说一个男生在他的心目中 会有红玫瑰跟白玫瑰 会有两个这样的女人 当他娶了红玫瑰呢 这个红玫瑰久了 就会像一只蚊子一样 被打死在墙上那一个红色的血 那白玫瑰是什么 还是床前明月光 当他娶了白玫瑰的时候呢 他会觉得白玫瑰久了 就像衣服上面的一颗范蕾 感觉好像很平常 可是呢红玫瑰还是 心里的那颗朱沙子 同样的在女人的生命当中 也会有两种男人 一种是温柔多情 会觉得他好浪漫 可是结婚之后会觉得 天啊他怎么整天都跟在我的屁股 后面连鸡毛算是都要问我 另外一种男生呢 他也是一种很成功的人 觉得嫁给他非常的好 可是当你结婚之后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每天都在客厅等他回家 什么事情我都要听他的 所以在台语里面有一句话说 只想在我们的婚姻里面 我们没有去好好的经历 我们没有使你的配偶快乐 在后面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 他说我的良人对我说 我的家儿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你多久没叫你的太太美人了 你多久没叫你的先生说我的良人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东西要夫妻一起同心 地上的百花开放 鸟鸣叫我的时候已经来到 班鸟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 后来呢 他没有去看了我把果树 那所有的东西呢 他就说美人与我同去 今天你有使你的配偶快乐吗 你有做什么事情都邀请你的太太 你的另外一半一同参与在这里面吗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看到很多队的松年团妻的夫妻 我很感谢神 他们在年老的时候 你只要看他们出去 都是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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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对一对一对 感谢主让他们在年老的时候 他们仍然这样做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有没有常常使你的配偶快乐 在经文里面呢 有一个这一段话 他说新娶七之人不可从军出征 也不可脱他办理什么公事 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取的七块活 以赛列人他们都要去当兵 可是上帝给他们一个很棒的诫命是 当他们结婚的第一年 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就是 你只要使你的太太快乐就好了 你只要使你的另一半快乐就好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不是只有我快乐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世俗的生活里面 我们都觉得啊我快乐就好了 为什么要去管别人 可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另一半快乐 所以呢在林前哥林多前书 他说取了七世为了世上的世卦律 神想叫妻子真喜悦 已经出嫁了 为世上的世卦律 怎样叫丈夫喜悦 圣经里面提醒我们 要使我们的另外一半喜悦 最后在经文的后面 他说我的良人属我 我也属他 这是一个尾身的关系 愿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婚姻里面 我们能够彼此尾身 因为当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也以这样的爱来 爱我们的时候 你就有这个动力去爱你的对方 当你觉得你的太太 怎么觉得每天都一直念 当你觉得你的先生怎么这样 你一定要记得 用耶稣基督的爱去爱他 当你在怎么不好的时候 神也这样爱你 当你看见他 你要知道 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 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我不知道刚刚在读经文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记得 有一节经文 他说因为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 所以我们要小心其中的小狐狸 亲爱的 当你用爱在经营你的婚姻的时候 小狐狸会自己逃进来吗 不会 甚至逃进来 你们就怎样把他抓起来 请他到外面去 不要再进来你们的葡萄园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用神的爱来经营我们的关系 当我们用神的爱来经营我们婚姻关系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们的家庭是喜乐的 我很喜欢这张图片 他拿着喜乐的这个字 他们一家人很喜乐的在整个草坪上造像 那在我们的生命是这样 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是这样 在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上次有说雅各苏也是神在对我们说 祂对我们的爱 当我们更多经历神的爱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得到的是幸福的 在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时候 那些见耶和华以色列首行的大士的长老还在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当你更深的经历神对你的爱的时候 你这一辈子都会走在神的道路上面 而且你会更多的侍奉耶和华 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些经过 我的良人属我 我也属他 他在百合花中牧蚌羊群 不管是在我们的婚姻里面 或者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 愿我们都能经历 我的良人属我 我也属他 神就在这么漂亮的里面牧羊我们 最后跟大家分享两句话 在婚姻里面要以你的配偶为乐 使你的配偶快乐 因为它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伴 在你的信仰里面 要以神为乐 因为它是你生命最重要的伴 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 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是 因你与我同行 我在选这一首诗歌的时候 我只想到一件事情 当我们结婚以后 你有什么事情都邀着你的爱太 邀着你的先生一起去做吗 这首诗歌其实是提醒我们 神要与我们同行 但是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在我们的婚姻里面 我们有时常跟我们的另一半同行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因你与我同行 我同行 我就不会哭泣 欢笑是你同行 又唱是你共情 因你是我力量 我就不會絕望 魂髮軟弱中 有你刺耳我舊的鋼牆 清風暴過黑夜 獨牽墨月陽台 有你手牽引我 我就勇往向前 願我鎖醒如今 願我鎖定機遇 叔叔留下 有你同在地安殿 你與我同行 你與我同行 我就不會孤寂 發笑是你頭 又想是你貢企 又想是你貢企 一定是我力量 我就不會絕望 無法軟弱中 有你刺耳我舊的鋼牆 情風暴過黑夜 獨牽墨月陽台 有你手牽引我 我就勇往向前 願我鎖醒如今 願我鎖定機遇 處處留下 有你同在地安殿 痕跡 親愛的弟兄姐妹 其實我在以前 我很少碰觸到 提到婚姻這一塊 可能因為我還沒有結婚 但是其實當我結婚之後 我發現真的經營一段婚姻 不是那麼簡單 甚至你在躺一場戀愛的時候 其實就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相信神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會讓我們經歷許多的挑戰 跟不一樣的階段 但是在你人生的時候 經歷每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 不管怎麼樣 神都跟你同行 但是在你的婚姻裡面 你也要知道 那人獨居不好 神就為你疲憊了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另外一半是 神為你所預備的 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就算經文 這段歌詞裡面 他說 我相信在你的婚姻裡面 甚至在你談戀愛的時候 你們就曾經跟你的另外一半 遇到很多的挑戰 甚至有時候是你們走不過去的 但是你要記得 你的另一半也曾經牽著你的手 希望你可以跟她說聲謝謝 我們再次一起來唱這首歌 因你與我同行 我就不會孤寂 歡笑是你同行 又笑是你共情 因你是我力量 我就不會絕望 我就不會絕望 不怕懶弱中 有你慈顏 我就得高強 情侵 情侵 寂寂寶 寂寂寶 你也不絕望 寂寶 寂寂 寂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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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寶寶 寂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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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主與你同行 你就不會哭泣 你主與你同行 你就不會哭 歡笑時 他同行 又想是他同行 又想是他供應 如今是你力量 你就不會絕望 文化軟弱 終有他死了 你就得鋼腔 我們一起來唱 抱過黑夜 獨切破越洋海 用主手牽引你 你就勇往向前 願你鎖醒如今 願你鎖離境遇 處處留下 又觸痛在地很天很清 我們一起恭喜祷告 親愛的天父 我們感謝你 謝謝你 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生是軟弱 所以你在創造我們的時候 你就知道靠著我們一個人的力量 我們有許多事情是不能做的 所以你就為我們預備了我們人生的另外一半 主耶穌 我們要向我們的另一半 向你現象感謝你 謝謝你為我們所預備的 我們知道有時候他並不可愛 有時候他讓我們疼愛不下去 但是主耶穌 我們謝謝你 因為他是照著你的形象所造的 你在他的身上 你賞賜給他容美 你在他的身上 你賞賜給他的恩賜 是我們所沒有的 你讓我們在我們的婚姻裡面 是可以互相搭配的 主耶穌 我們真的很感謝你 我們也願你把那個愛放在我們雙方當中 讓我們能夠更用心的去經營我們的婚姻 讓我們能夠更用心的去體會我們的家庭 去照顧我們的家庭 謝謝主耶穌 今天用這段經歷